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ty 很久不見了 因為之前發生了一點點意外 所以有一段時間沒有太多心機或者時間拍片 所以不好意思 但今天我會分享一下我現在的妝容 我很久都沒有拍過化妝片 因為我自從來到墨爾本之後 因為我這裡的天氣和香港是相反的 所以我覺得我在冬天的時候化一些冬天妝 你們那邊又不知道 你們那邊是夏天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 但我這裡近來就開始沒有那麼冷 但因為這裡的冬天是很長的 所以你們那邊開始入秋 我這裡仍然還是去冬天的尾聲 我就覺得大家的天氣好像差不多了 我就有個感覺化一些秋天的妝容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現在這個妝容是怎樣化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了 那入秋天的天氣比較乾燥 所以打底就會用一個比較保濕的底霜 然後就用遮瑕膏 我也是會選擇一個比較保濕的遮瑕膏 這個Rain Forest of the Sea遮瑕膏 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 那遮瑕膏後 我會用另一個比較貼近我自己皮膚顏色的遮瑕膏 就重點遮瑕了一些抖印 小小的瑕疵 那因為天氣乾燥 好 想皮膚看下去沒那麼乾 那我就會放一點這個光影膏 那我主要會塗在顴骨的位置 眉骨 鼻涼的位置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塗勻全面的 因為不想妝看下去太乾 所以我只會輕輕地定一定眼底的遮瑕膏和額頭 而其他全面的遮瑕膏和cream狀產品 就會用一個定妝水去定妝 然後用剪接的技巧 我已經在一秒之內畫好眉 那我們就直接去眼睛 那跟平時一樣 我也是會先用遮瑕膏打底 然後用一個接近皮膚顏色的眼影或者碎粉 先定一定遮瑕膏 然後上眼影第一種顏色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淺的啡色 就由眼睛的末端 就用打圈的方式去定陰影位置 然後我們就拿一個 仍然都是偏淺色 但是比剛才的深一點的啡色 就塗勻整個眼皮 然後重點就是拿一個小一點的掃 就拿一個深巧克力色的啡色 就塗在眼的最末端的角落頭 和眼頭的那個位置 就形成一個好像三文字的方式 就夾了剛才那個淺一點的啡色在中間 然後就用一個鬆一點的掃 輕輕地把邊緣毛化它 然後那個重點主角就是這個閃粉眼影 它就是沒有一個底色的 它就是一個白色的 但是就閃一點藍色綠色的珠光效果 我就會直接用手指 就壓在眼睛中間 上了那個淺一點的啡色的那個位置 然後就拿一支平頭的眼影掃 就拿回剛才的深巧克力色 就畫在下眼線二分一的位置 然後就把它連接上去上面眼影啡色的部分 然後為了令整個眼妝更加平衡 就拿回一開始的淺啡色 就塗在下眼線眼頭的位置 因為我想整個眼妝都是比較毛化的 那我就不會畫液體眼線的了 那我就會用一個啡色的眼線筆 就畫一畫上內眼線 還有在下眼線的末端都會畫少少內眼線的 然後就會用一支眼線掃長眼尾這樣 那這次的眼妝呢 我就想那個閃粉眼影突出一點 所以我只會塗一塗睫毛液 就不會再黏假眼睫毛了 如果睫毛膏不小心拍到上眼皮 就全乾之後可以用棉花棒輕輕地掃走 那這個時候眼妝就完成了 那回去臉上吧 一如既往我也是會打回少少陰影 在我的拳骨位置 下巴和在鼻翼那裡 然後腌織方面 我仍然很喜歡這個slip的腌織 所以我就會用它 因為雙眼已經很閃了 所以面部的光影 我就會用這個比較自然和淡的香檳色 因為這個眼妝其實色調也是挺中性的 所以其實塗什麼顏色的唇膏都可以了 但是我這次就選了這個乾燥玫瑰色的 那這個就是完成了的look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給個like支持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